人生的后半程再投入一段感情 理当更为慎重和珍惜 今天前来调解的刘先生和任女士 就是在年届半百世纪相遇相识 到如今也已共同生活了四年 可四年的相处下来 两人非但没有了步入婚姻的初心 甚至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勇气 调解之前面对记者 两人的抱怨都几乎是如出一辙 如果说他这几年不在我跟我一起生活 我生活肯定要比这还要好一点 我也是感觉到还不如我一个人过 一起生活了四年 这日子非但没感觉到幸福 还让两人想恢复单身 看来两个人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任女士大吐苦水 任女士指向明确 两个人的问题出在钱上面 刘先生不仅认同 而且在调解现场 谈其前的问题 他更是心绪难平 心里脑气 不叫人相信 我更有想法 我更加欢迎 对待任女士前的话题 刘先生似乎更有话说 不过即便如此 他对任女士依旧心有流量 那么今天的调解现场 这队已经是因为谈钱 而伤了感情的恋人 在感情和金钱的抗变中 到底会倾向何方 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能否帮助他们 找到问题的癥结 化解他们的矛盾呢 我们的调解马上开始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任女士和刘先生 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媳妇 没以前对我那么直视了 对您没那么支持了 是说对您事业不够支持 还是对这个家庭责任不够支持 是指什么 家庭责任不够 继续带我下去 这个家 是支持不久 支持不久 对 好 也就是会让刘先生动摇是吗 对 任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在他家也没有自由感 也没有完全感 所以呢 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我希望解决都是 有我的问题的我给 他有他的问题的他给 互相调整 对 他说你没有家庭责任感 你说你在这个家没有安全感 对 哪个问题在先哪个问题在后呢 没有安全感在先 先没有的安全感 对 对 对我的不信任 不信任 对对 不信任感 好 不论是任女士口中的安全感 还是刘先生所讲的责任感 都是阻碍两个人一起生活四年 却迟迟不去登记结婚的原因 在一起四年了 没走到结婚那一步 我让他给我办 他不给我办 刘先生说 两个人是经过熟人介绍认识的 任女士离异很多年 自己的爱人早年因病去世 遇到任女士 他觉得是缘分到了 咱俩走到一起 这个半年 这个也可以 考察了半年 对 然后咱都慢慢的一起生活 他和一个姑娘 我两个姑娘 她说女儿上学 学费我在狗肉 她女儿 跟我女儿 咱们两个走到一起 都是咱们的孩子 一世同仁 一世同仁 当自己的孩子 对 我答应了 在一个说上 房子你带给我买 当时这个房子我不答复 用上咱的条件 跟别人家的条件不一样 咱们有后代 两个女儿 买了房子你给谁 没有这个必要 没这个必要 他所要房子 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吗 他是盼门地方住 我老了我可以回老家吗 现在我家的都是盖了 有十二间嘛 两棚嘛 是老家是吧 对 老家 我房子盖了 我都没住了 现在就是先租房子住着 对 等老了 我们不用在外面挣钱了 就回老家 有十二间房子可住呢 对 他的意思就是老了不用担心 你跟着他没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考虑提这么两个要求 当时我没认识 我说了我是下岗职工 单位破产了 我的养老金 医疗金 孩子上学一切费用 你的全部得关注 他可以 他说你算算 你多少钱 我大概一算 我说孩子上学 给我的养老金 退休金 医疗金 一年都是两万五千块 他说我给你赛买 他当时说我给你赛买 我能理解为 其实你跟他提的要求 还不仅仅只是说 负担女儿的学费 还包括你这边的一些费用 对 那也就是说 你要跟他在一起 对于你来讲 最重要的要解决的问题是 你和女儿的生存问题 对 这是你找一个人 结婚的很重要的一点吗 对 提出没房子 他说可以 当时我没上他家 就都没提这方面 我上他家去留以后 发现交通各方面不方便 我得提出这 我说给这个没房子 你提出的买房是指 怎么个买法 说给他 他现在这地方没房子也行 给我那边没房子也行 刘先生接着的租房 他有 在你看来有什么区别 你自己有房子了 你上一年就不是住着 方便 他不是说 等年纪大了 就回老家 老家还有好多房吗 他老家交通不方便 您不愿意去是吗 对 交通各方面不方便 我身体不好 到时以后 上一年就留 七十八十了 可以过来 一留问题各方面解决了 得自己有力了 太大了 他以后再没了 可是刘先生刚才说 他并没有答应 孩子的事他答应了 但是买房的事他没答应 以后有答应 所以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对 任律师说 自己是个下岗职工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压力比较大 处个对象就是要靠得住 所以这些条件 他一早就坦白了 不过听得出来 除了买房这个问题 刘先生也是全盘接受 因为在他看来 他就是奔着两个人 有个结果去的 两人在一起的第一年 他还让任律师当了家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任律师家当上了 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自己这个买金 都是我自己出钱 这个钱给我 我收钱之后 交给他 交给他 我家里还有七八亩地 卖粮子钱我还交给他 但是我妻子了 我都肯定相信他 我交给他就要管嘛 这样我问问你 刘先生 就是你们这个平常 做这个废品回收 包括你说卖粮那个钱 这么算下来 大概能有多少钱 有十万块钱 这一年 一年有十万块 对 这十万块钱 到这个那月二十八那一天 我说你把那钱拿出来 看今年咱有多大的收费 心里有个明白 结果呢 他给我都 一年就给我拿出来 三千块钱 我都努力啊 没办法说 我都不肯定大念啊 我不再 问题也不再说了 是说就是 只给你拿出三千 还是说只有三千了 只有三千 他告诉你只有三千 对 就那么多 你觉得就这么一年下来 应该得有多少钱 最低却要开始一万 他才给我拿出来八万块钱 至少得拿出八万块 对 我每年收入 就是九万八万 他一拿 拿出三千块钱 我就那么多 那就那么多 我就心里呀 就慢慢说 我说算了算了 这三千块钱 你要一钱 我要两钱 为啥我要两钱呢 我留一钱 我得过两春节 我做本来 嗯 这一钱 我得过春节来 嗯 就这么弄了 您当时除了这个说算了 其他的没有问他吗 没有 为什么不问问 怎么才这么多 没法再问 再问一问题也就没有好言 心里脑气 这我也都不接了 你好好地想想 有这回事没有 我就不接了 你不接了 你不接了 我为啥叫这个全给你躲过来 你绝对 你绝对不会说那请也给我 如果也给我 你女儿就都没分生活 是嘞 他说呢 不对 当时 他没有家当努给我 他当时 收的钱都归你了吗 不是 当时不是 去他家了以后 和他干了货 我打两万柳头给 这是买货的 我卖多少钱 他说卖五万多 当时他那时候 他女婿也跟着他干了 女婿就配女儿了 配到外甥女儿 他一家三口人 都是通过他 一家车都是他 你说的是 他并没有全部交给你 没有没有 那就算没有全部交给你 你有没有算过 这一年到头下来 你们的收入有多少钱 你算过 我不知道 有没有他所说的 至少在你手上过的钱 有十万块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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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求是真是没有 他给我俩给我俩 不给我俩 我家手里有钱 我就没问他要我 两万六 比如说你是用在 你们两个人日常生活中 买菜做饭吃饭 还是说用于你这边 个人的一些花销 基本上用我个人花销 用在你自己这边 个人花销 他有没有再给你钱 没有 就除了那个两万六 给过再也没给过了 我没了 我们俩见一段 那领印了年号 认识了以后 他给我六千块钱 也就是两万六加 再加六千 对对对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 按照刘先生说的 就全交给他了 可是按照他说 除了那两笔一笔 两万六一笔六千 就没有了 你叫他说还有吗 有过再问他一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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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任御师的解释 没能赢得刘先生的认同 刘先生眼里看到的 是辛辛苦苦奋斗一年 到头来是一场空 心里想的 其实是对这个女朋友的不满 你不要再管那个家 这个家你不可以管 你管不了这个家 我管 我管包括 因为红白电视 走请您 穿衣服 小人消费房租 一切都开之外 都是我给您除 大小事都是我这类 明白 看我一年能胜多钱 我一个月能上银行 能抛几趟 刘先生我问一下你 你当时说要把这个 算是把管家这个事 全力你给收回来了 对 我问问你 你当时心里想的是 这个女人可能 不太会管钱 你看这钱一年花 都不知道花哪去了 对 心里想的还是 我对你有怀疑 就是这句话 不叫人相信 不太信任了 对 因为对女友的不相信 刘先生收回了经济大权 不过家里该有的花销 刘先生说 他一分钱也不会少给 可即便是这样 问题依旧存在 我一期生活 我必须得要它传 今天你去买一张 我去拿一个 一千八百 我赚一圈 买不来 没有合适的 这都算了 我又去买一张 我还是没秒钟 我还给你拿钱 这个钱不是说 你买不住这个钱 看我这个钱在那摆下来 下一次我再去买 我给你不要钱了 对不对 明白 去一次那一会 去一会那一会 是买了还是没买 没买 没买衣服 钱也没给你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感觉他是用 买衣服为借口 对 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好 到后来一次 我是实在实在 忍不住了 他说 我去买衣服去 下着雨 我说这个我 休一休一 你买衣服 我还得去 那他说啥 一个人办成事 何必两个人呢 你去我不去 你当时这么提出来 必须要跟他去 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买一张我付钱 不买一张我不付钱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对 我不像以前 再让给你了 结果呢 结果他没去 我更有想法了 单位同志交医疗金的 医疗金是五百五十六块钱 我要交医疗金的 他没理我 他没理我了以后 单位同志交医疗金是有时间的 我五百块钱交没衣服 我拿着五百块钱去交医疗金了 你告诉他了吗 你有没有跟他说明白 这个钱我没买衣服 但是我拿去交了医疗金 说了呀 我跟他说了 他说你给你没采钱都没采钱 没衣服钱都没衣服钱 你给我货定啥的 都因为那生气 他说的是不止一次 还有一次 他过来又是六百块钱 交就没衣服 吹了瓜没有贸易 没有买着那个 上一号 没有想住 后来又是又生一场钱 因为他说你回来没买衣服 钱也没还给他 我手里也得有零钱 我不能没有一点零钱 上一年的那个两万六千块钱 一分钱都没有了是吗 我给你的是转款转用 隔壮都是隔壮 没从就没从 在一家里不可能转款转用 也挺难受的 我真是挺难受 你走到街上 你说你不得转钱 也想美的是一锅 我不能不可能说了 我这钱谁锅也不买 我都没衣服 绝对不会说转用 他所说的转款转用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他看到 这个花钱 钱花得明明白白 他现在心里之所以会那么不舒服 是因为他觉得你花得不明不白 而你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不管任女士钱花的是否明白 买衣服事件是彻底地在刘先生心中 起了化学反应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刘先生在经济上开始防着任女士 直到去年春节发生了一件事 让他彻底地看清了女朋友 回老家 我那侄子在家里在老家丢着 我还没对他在哪个地方丢着 他没经过我同意 他把这些东西给我找着 拿到这洛阳区 拿到洛阳区 当时他还没有跟我说 当时我找东西呢 我看他婆的地下亚的 我一瞧我那侄子 又一瞧又一个侄子 我这侄子他会没落 然后来呢这老家的东西 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对他 心里的怀疑有多 我更加怀疑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却翻了你的春节 对 这东西是由你那一半 由你那一半 没有那个没有你的一半 明白 那时我回家他说了 他说辈子有两千块钱 他说您的辈子整整 有两千块钱整整 我的辈子拆了以后 没有 我说这两千块钱没有 他说了 没有这两千块钱 不说这两千块钱 你还不会拆辈子 这跟村主儿有什么关系 我拆辈子 一拆了以后我没两千块钱 他说那估计是我打孕了 他拿走了 他直接说拿走了 我这一次回去 我说人多 我给他带着罗杨 我还给他搁动 你说你是保管一下是吗 我还给他带着罗杨 我说主要是给家人多 我是意思的意思是这 明白明白 那个留以后他 回来他找着留以后他 那我的东西你为啥对 你应该懂得这次 听到 我说我没动 我还是给你带回来人多 我说带回来 你的意思是他误解你了 我带回来 我没有那个 我还给你搁动 我给他谈过 提前我给他谈过 我说了 留留咱俩活着我压力 压力老是大 咱俩分数吧 他说你想走你走 你想来你来 如果要跟他结婚的话 你自己是觉得 没有一定安全 听得出来 人女是想管钱 在他心中 管住刘先生的钱 就管住了他的人 这才是他心中 所需要的安全感 可是刘先生心中 也在思量 女朋友迟迟不愿意 和自己登记结婚 眼睛里看到的 就只有自己的钱 她内心自然也在打鼓 两个人这场 金钱与情感的垃圾战 也在消耗着 原本就薄弱的情感 观察团老师们 会如何看待 这对恋人的纠葛呢 宗阿姨觉得 任女士的问题很大 听到现在 我的感觉啊 女方你是有你的无奈 看起来你说 你没有安全感 你只是没有要到 你的目的而已 真正没有安全感的人 是男方 你到底算朋友 还算同居女人 还算真正想 跟他过一辈子的女人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大气的 给你女儿学费 他没意见 给你生活费没意见 给你买衣服 他也没意见 给你交良老保险 他还没意见 他看起来憨憨厚厚的 但是他并不傻呀 如果你感觉这个男人 真心地对你 真的靠得住 你真的应该 全心全意地 跟着别人过 而不是打你自己的小算盘 这样不好 真的不好 男方是很诚心的 用他的话说 第一年就让你当家了 钱交给你了 作为你跟他 没有办结婚证 并不是你认为的 他的就是你的 他所有的钱 就是你口袋的钱 左口袋 右口袋而已 不是这么理解的 你们现在在一起 就是谁的贡献多 谁的收入多 那就是谁的 谁原来的东西是谁 也就是谁的 他的存责就是他的 你不能动 我建议你们 如果能走下去 就去办一个合法的结婚证 双方都诚心诚意地 真诚地在一起生活 在钟阿姨看来 选择情感一定要纯粹 如果揣着自己的小心思 盘算着自己的付出 一定会出问题 律师邵家也有着相同的看法 在邵律师看来 作为男女朋友的身份 两人今天在经济上的纠结 其实早留有伏笔 两位相处了四年多 但是还是没有摸索出 适用于你们双方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相处模式 那么我想这也是导致你们关系 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有一句话相信你们也听过 叫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慌 就是因为生活物质上 得不到保障 所以对于任女士来讲 刚刚她也一再强调说 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需求 物质的需求 但是她又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所以她就耍了一些小聪明 然后把一些钱的开支 用作了自己的一些开支上 所以对于刘先生你来讲 这就是小聪明 你在给我玩脑筋 你觉得这是有私心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呢 你对于他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些要求 你就会更加的慎重 所以呢 对于经济上 你就会管得更紧 这对于你们双方来讲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会导致关系越来越差 所以我觉得从现阶段来讲 如果说任女士 您是在刘先生的店里 也是付出了劳务 这样一个工作的话 我觉得是有权利获得报酬的 刘先生 这一点供您参考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前提是 任女士您必须要 长期稳定的工作 就像你在外面 找一份工作那样 这份报酬 任女士可以用作 自己和女儿的开支 那么也不用 内心为了经济所困扰 那么关于家庭 或者双方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开支的话 那么双方商量一下 大概划一个 可能需要的 这个花销的范围 如果家庭在遇到一些 突发的情况 两个人在商量 这样不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如果说刘先生 您觉得这个方法 您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我就建议任女士 您就自己到外面 找一份工作 他不长 他不长 他说自己家伙都不长 那我觉得 这就是两种方法了 那么刘先生 那您就要考虑了 您到底支持哪一种方法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只有把这个 经济账也理清楚了 那么你们的感情 才会更纯粹 你们更好的可以问一下 对方是不是 我要和他携手 走下去的那个人 从任女士说起 我经常觉得 你有些话 好像不好意思提 要钱也不好意思要 有的时候 把钱自己收起来了 也不好意思告诉刘先生 没有这个必要的 因为我为他也付出了 那也没有什么 好遮遮掩掩的 其实你不是一个 好吃懒做的女人 你也是在辛苦地工作 也在辛苦地劳动 所以既然你付出了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去获得 刘先生也是一样的 你要做的就是 相信他 用你的爱去让他觉得 这个男人他对我很好 我也可以在他面前提要求 没有关系 那我想如果你们能够在一起 走四年 走下来 而没有一开始就不欢而散 说明你们是一定有一些事情 让你们互相牵挂 让你们互相期盼的 那么有这样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 走到今天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想大家都把之前的 不好说那些事情 拿出来说 有要求就提 不想答应就直接地拒绝 双方把一些事情明确下来 走在一起 就把有些话说在前头 听了很长时间 然后你们的表述 我觉得你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比较简单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吧 单纯因为物质在一起的关系 并不会长久 我想对这位女士说几句 你自己下岗 然后又带一个孩子 其实你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点呢 我对你表示同情 但是呢 我觉得你更重要的 是要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不管你今后会遇到 什么样的关系 你这样的处理关系 真的不是一种成熟的 处理关系的方式 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都是这样的 不管年纪有多大 不管你经历多少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还是要有感情的 不管你们今后能不能走下去 决定在一起的 并不是钱的多少 而是你们在一起 是不是有感情 这个真的不能凑合 在老师们看来 两个人最初决定一起生活 一定是想走下去 而如今心越来越远 一定是有人打破了平衡 调解员胡建云向任女士发问 找寻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觉得跟她在一块 如果把问题调整好 就这个人而言 你满不满意 我现在我也说不来 其实你一直都说不来 你一直都说不来嘛 你没有同居了 你看你跟刘先生在一块 根本就在感情上还说不来 你就先说了 我女儿读大学 生活费的问题 保险的问题 你这里其实给人家 刘先生会造成一个误导 人家会觉得 你对他是满意的 是你愿意把心 把人交到这个家 所以人家就把钱交到你口袋 这不是买卖 这是信任 所以刘先生我认为是很踏实 他信任 可是我认为 你根本就没想法 在经济上生活上 先靠住一个人 但是你的心 在空中飘来飘去 那怎样才能够 让你的心定下来呢 你只用了一个指标 就是经济 所以我就想问你 你当初为什么 没有把感情上的感觉 放在第一位 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要求 来对人家形成这么一种误导 我第一次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拥抱着他 小时在这干 挑几个方面说 我认为你应该讲的是 别着急 我也不提要求 你也别提要求 咱们相处 可是 我太慎重 是不是 问你们就是 其实有点打赌 就觉得 嗯 还行 过吧 以后有什么事情 应该还好吧 不行再说吧 就进来了 同居了 钱也花费了 我为两位都不值 为什么呀 刘先生毕竟 经济上他是付出挺多 你这边 我这 时间上付出也挺多 劳动上付出也不少 过过过好像过不下去了 所以两位 你们的症结 第一 没有重点考虑到 感情基础 第二 你们没有考虑到 法律保护 没有这两样东西 婚姻是摇摇欲坠的 但是你们的冲突很大吗 不多 经济上没有建立信任 原因在哪里 感情上没有建立信任 最好的办法 往后退 谈恋爱 经济上弄明白 分开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当然还有一个 最最最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 相信我们的判断 两个人都不错 结婚 过来 那这个有点粗糙 其实刘先生 他的心是开放的 他很简单 这个人我卖 你看 经济上我给你保证 咱们好好过日子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刘先生我认为 他是 他对生活要求挺低的 但是人女士 可能在感觉上 要求会更高一点 那他自己不知道 怎样在感情上 能找到依靠 我认为他很糊涂 你看人啊 可能看的 就不是那么到位 你只好看事情 要一百件事情 堆起来 你才敢看人 刘先生是 我反正没什么 我只要找个过日子的人 是啊 他原是高小动作 我原是对你 对 他不踏实 就会高小动作 他高小动作 你这边就不踏实了 我们帮你们来看人 其实你们俩还是能过的 不要老是在经济上 你看看我 我考考你 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结 阿师要看这个人实在不实在 能不能吃苦 能不能医的靠 从这个角度 两位 好 好不好 商量一下 胡老师认为 两个人要携手走进婚姻 首先要考虑的 只能是感情基础 而不是对方的条件 任女士的不成熟 是两人情感失衡的原因 不过 他对两人下一步的生活 表示了乐观 接下来 密室环节展开 廖阿姨带着任女士走进密室 一落座 任女士就说起了自己的委屈 人女士说 自从自己和刘先生在一起生活 她每天起早贪黑地 与刘先生一起做事 踏踏实实地在付出 一直不被刘先生认同 不肯又成了闺女了 然后去买 买了以后都归到闺女 她闺女需要啥 她的楼上 需要啥楼上 我听懂了 就是说在你们同居期间 她什么都顺着她的女儿 我绝对问你说 你付出了 我给不了你打账 我为啥我根性上 我没有安全 不给她打着我整 就是这原因 在任女士的眼里 她的努力抵不过刘先生 对女儿的亲情 所以她也一步步地在灰心 她越灰心 越没有安全感 接下来的日子 她想好了 日子可以过下去 但是她要拥有自己的空间 我现在不愿意 你现在不愿意 那好 我跟着她赶着 现在如果来 你给我讲 你给我讲 我跟你一起以后 我作为一个妻子 是吧 我愿意在家里 张罗家里 是吧 她主外 我主内 那她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给多少呢 一个月得两千 一个月必须给你两千块钱 任女士说 其实生活费的问题倒不是最重要的 她的心里还埋着另一个深深的念头 她两个女儿就说我这时候 我家那房子 我家那一车车车 都说我爸搁俩 搁俩板 要不就她多少 我拿多少钱 要不就她没房子 我没房子都是为了为绝 两人老了 好 你听我讲 你这个想法我也支持 我理解 你就像水佛脸一样的 我跟你在一起没有房子 虽然乡下有房子 但是交通不方便 对吗 密室里 任女士把她所有的担忧 都告诉了廖阿姨 我们也感受到了 她的担忧和不自信 场上律师少家 在和刘先生交流 刘先生说 平日里家里的花销 自己真的是没有亏待过任女士 这也是为什么 她反感女朋友 有小心思的原因 我需要你这个方式 我说的 你跟她说过吧 我给她说 你个人 你就专用个人 就用法律上来讲 就是专款专用 你不要去把它 把它放在其他的地方 律师少家也坦言 作为经济上优势的一方 刘先生确实更有底气 但越是这样 越是不能忽略 另一半的感受 比如说那个打的结合 那你一个月 给他一千块钱 让他当这个家 但是每个月 或者说每三个月 每一个季度 你要把这个开支 你要写下来告诉我 哪里花了多少钱 只要你觉得这个生活 过得平平顺顺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家里 有该有的东西都有 要吃个饭呢 也吃得挺好 对吧 你过得开开心心 那比如说 他只花了八百 那另外两百 那就算了 这些很细的东西 我们就不说 但是我们说 我们是定一个框 为什么说 我们说要讲法律 因为法律它是规则 你知道吗 它是定一个框 在这个框里面 你有一个自由度 你不可能用绳子 把人捆死 那人是动不了的 你要给他画一个圈 场上刘先生 和邵家律师 沟通得很顺畅 对于邵律师的建议 刘先生也频频点头肯定 最后 廖阿姨带着任女士的要求 来到场上 和刘先生交换意见 随后 对于任女士提出的要求 刘先生爽快地 给出了回答 那么刘先生的决定是什么呢 对于女友提出的条件 她又能够接受吗 密室回来 两人的关系能够弥合吗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金牌条件 现在怎么说呢 你先放心了 也不知道你兑钱了 我自己也承保你来了 以后你还是受不上罪的 只要以后我有问题了 我也给各方面 都以后和我过上来都 可以 以后沿着 我不再跟以前一样销量你了 我大度大量 我叫你好好地过这个都齐了 接下来还是要好好一起过呗 是吗 对 是 好 协议念一下 协议如下 双方承诺回去之后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南方承诺回去后和女方共同去挑选一套适合婚后居住的房产 婚后即支付首付款购买 产权归两人共同所有 并承诺每月给女方一千元 由女方自由支配 双方承诺所有收益支出公开透明 双方承诺放下之前的猜忌 做到相互理解 平等相处 遇事夫妻有商有量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 可以吗 接受 你呢 可以 行 那签字啊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据我们了解 刘先生和任女士回去后都按照协议的几项内容 在努力调整着 其实两个人选择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的浓度 而不是其他外在条件 道理虽然简单 现实却总是容易迷失在柴米油盐中 就像刘先生和任女士 两个简单的人起初都想要一份温暖的依靠 但这依靠不是任女士所想的长期饭票 也不是刘先生所定义的免费帮工 附加的条件越多 反而越是忘记了情感的最初 希望他们懂得只有建立起坚实的感情 才谈得上携手到老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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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